今天帶大家來宜蘭 看一間超級漂亮超高級的民宿 這間民宿呢 它走的是 你們看這個外觀 就是相當的俐落 那它的名字呢 叫做Ora Ora源自於希臘語 是微風跟空氣的意思 一進來呢 會看到非常漂亮的 廚房 再來是大廳 天啊 這一個是讓 旅人休息的沙發 所有的 設計跟擺飾都是 老闆自己親自挑選 親自放上去的 然後呢這邊 天氣好的時候大家可以在 戶外 可能要一起吃BBQ 還去 一起喝喝小酒一起 玩牌都可以唷 然後我們出來 我外面也是相當的厲害 這是烤肉雞耶 所以天氣好的時候 大家真的都可以在這邊烤肉 我們現在要進場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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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這個樓梯是我最喜歡的設計 我最喜歡那種 就是非常簡約 然後 我們現在要進場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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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美的 超美的 不用吃 這裡景超好的耶 拉床 耶 我最喜歡這種T3級的拉床 見了 民宿好不好 要看廁所 因為廁所非常的 天啊 這是浴缸 你們看 我最愛浴缸了 這個浴缸還有出這個 你可以在泡澡的時候 邊喝喝東西 邊滑手機 還是人池東西 邊看廁所都可以 不會用 不會很用實 然後 還有我們這個浴室的 吹風機 是Panasonic 我真的覺得 非常小細節都非常的用心 大家最怕去 民宿還是去旅館 遇到小白 那種很難用的吹風機 真的會吹不乾 但是這種風很強 而且老闆還說啊 就是為了 怕說大家手勢勢的 如果吹風機的插頭 插在上面的話 可能會觸電之類的 所以他這邊也只有插頭 拉出來就可以吹了 真的是 舊乾性耶 這裡是mini bar 有鮮背啊 還有一些 可以泡的飲品 這裡是冰箱 裡面的可樂是可以取用的 我覺得非常厲害的 鏡子 還有這裡 這樣子化妝整個超級方便耶 我覺得這間老闆真的非常的細心 他對所有的小細節 都不放過 然後這邊是一些雜誌可以取用 這裡還有廚師機啊 可以來這麼常下雨的地方 這整間完全沒有 美味之類的 100分 好了我們現在去試烤餐 我剛剛發現這邊有一個很漂亮的小陽台 可以在這邊 看看風景 那我們下樓 好嗎 這整間的設計就是讓我猜 好嗎 我看 好嗎 好吧 吃早餐 好 哇哦 超豐盛的 色香味俱全耶 而且 什麼顏色都有 哇 大家好,我們來吃晚餐 拿拿你的落地窗 上面也是 最喜歡用玻璃房的 然後呢,我們現在來很厲害的游泳池 這是我們到過的樓梯 我媽出現 但是沒有下雨真的就太完美了 右邊這一棟是玻璃屋 這邊是管家說是最夯最多人要搶設定的 因為他把那個所有的窗簾拉開 就可以看整個游泳池 然後就是天氣好的時候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 前面就是游泳池這樣 然後我們住在二樓 而且這一間可以住兩個人 簡直就是給情侶來這邊度立月的嘛 下一個正常會 因為他會不服用很深烈的 下一個正常會 而且它就是紅色, 甚至今,我們… 下一個正常會 是